象征着我们平东县反毒 反毒的决心 平东县检验中心的毒品检验实验室正式启用 县长周春梅表示 今年来毒品问题不仅是数量增加 毒品形态及种类更是不断推陈初心 毒品检验的挑战越来越大 过去县府查棄毒品时 需回请外县市的机关单位检验 耗时可达一至两个月 110年县府成立的滥用药物检测实验室 针对尿液检验大幅缩短检验分析时效 112年率全国之先首创的毒品检验实验室 对于不同形态的新兴毒品 提供高效率高精准的毒品检验服务 那之前因为这个毒品的种类繁多 很多都需要再送到外县市 那包括调查侦查整个破案的时间 会影响到很大 所以这次我们去年也是在判斑前县长 我们赶快编列预算 那谢谢议会的支持 我们率全国之先 我们自己就可以来检验这个毒品 那也希望说相关的这个公寓膳骑士 必先利其器相分的配备完成之后 我们的警察同仁还有调查站还有这个检验署包括以后的法院 透过自己地方上的政府的一个检验中心的认证 赶快完成这个证据上的一个调查 在毒品检验实验室启用仪式上 警察局跟检验中心将查获疑似毒品后的检验流程浓缩 示范如何跨局处合作 缩短检验分析时效 让打击犯罪更有效率 在我们实验室里面的第一个动作呢 我们就是会将毒品进行就是收样 然后会先做一个确认拍照的一个动作 那等到整个拍照确认它的数量 还有它的分割数 确定没有物体之后 那我们呢就会从我们的整体包里面 那取出我们的毒品的样品来 今年一到十一月大概两千一百多件 那前年大概要两千两百多件左右 那现在因为是我们实验室的协力厂商在台中 所以在交通往返的时间上 确实是帮助我们在企图 还有起诉上的时程上很大的帮助 所以呢认证标准也非常的严 所以整个过程花了至少一年以上的时间 去就是做申请然后做认证认可 量能的话一个月大概我想50件以上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都配合警察局那边的送样 那像尿液的话我们就比较稳定 大概一年三千件左右 县福表示毒品检验实验室 历经长达一年的技术开发等筹备工作 经过食品药物管理署文件审查派员实地评鉴考核后 112年12月通过审查取得毒品检验机构认证 为反毒工作注入新能量 未来与警察局及地检署等单位间合作 协助毒品查器减少民众遭受毒品危害 共同营造无毒健康的环境 记者张如云 刘建荣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